10月18号台湾就要进行四大公投 其中莱猪的议题是备受关注 尤其在美国的旅外台裔移民 对于这个议题也相当关心 镜头前大大美国猪肉做成的卤肉饭 台裔美国侨胞们从贸易谈判与食安 两个角度表达支持莱猪入台的看法 如果说大家反对的话 台湾的跟国际的交友贸易 我们真的没办法会有相当的困难 其实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台湾以后 要在国际在经贸组织里面 要不要占一个角色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要不要维持现在这么好的情况 所以我们海外的台美人 认为这个层次 你能够因为进口莱猪 来得到这么大的利益 是相当值得的 乔邦们认为美国猪肉进口 也是国家经济贸易布局的一环 若不跟紧国际脚步 不只影响台美关系 包括加入CPTPP 以及FTA都将受影响 另外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论 全球已有101个国家 开放含有来际的猪肉进口 像他们这样 在美国居住了二三十年 吃了这么久也没有问题 在美国住了四十多年 我从小就在这里住了 我一直都是吃猪肉长大的 早上吃Bacon 吃Hem OK 那常常会吃到猪肉水饺 OK 滷肉饭 烤肉饭 美国人基本上来讲都是很放心的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猪肉产品 所以美国并不是把一个他们认为不安全 他们认为劣质的东西卖给台湾 而是一个他们自己本身美国人都放心实用的一个产品 来住案公投 海内外都高度关注 正反两方各有各的论述 牵动的不仅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变化 还有台湾在国际贸易上的谈判 能有多少筹码 环宇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